醫師,我們可以問一下,因為今天早上菲委員他在立法院,他就有提到說,他覺得您應該去選總統,他說您應該好好關心一下國家人民的感受 其實我看到這個我有點嚇到,因為我還沒有滿40歲,我以為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或是我以為大家都知道這個選總統要滿40歲以上才有資格能夠參加 所以我在這邊也是謝謝菲委員對我的肯定,他一定是非常支持我,那也覺得我有相對應的能力才會鼓勵我去參選總統 可是很可惜的是,因為我現在目前還沒有滿40歲,所以可能沒有辦法符合他的期待,那也希望各位可以周知,就是我還沒有40歲這件事情 你會覺得這句話很酸嗎? 嗯,我尊重他啦,就是難得他希望有一些這種攻防也是好事啊,因為我們本來現在就在初選階段嘛 那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那我個人是期望說我們兩邊呢團結共好,共同的打贏2024年 那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在內閣裡面一定會需要借重菲宏泰委員的常才 不管是做部長,或者是說如果未來有機會進到不分區 我覺得這樣子都是很好的安排,也可以讓我們松山信義團結共好,一起共創雙贏戰力加倍 這是我個人的期待 那你怎麼看說,因為他今天早上也是有提到說,因為現在都國民黨沒有取得執政權 然後就說,你這樣說法是去分官去受決,他就這樣太驕傲了 第一個是難道菲委員對我們2024年的國民黨執政沒有信心嗎 我覺得選戰剛開始開打,我們本來就要對國民黨的選情是有信心的 菲委員的說法看起來像是他覺得2024年國民黨沒有勝選的機會 我覺得在選舉的一開始就對自己的政黨沒有信心 這並不是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 那2022年的選舉一開始國民黨也是諸事不順啊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我們對於每一個議題 我們都是這個不斷不斷的進攻,不斷不斷的努力 最後取得了這樣子的成果 所以為什麼我會這麼講,不是所謂的分官 而是本來執政就有影子內閣的概念 那有經驗有專業的立法委員,當然有更上一層樓的空間跟本錢 只要2024我們能夠團結共好贏下來 我相信內閣裡面一定是需要費洪泰委員的 這跟分不分官沒有關係,而是影子內閣的概念 那再加上就是說2024年如果連我們現任的立法委員都覺得 一開始就覺得贏不下來了,這麼的失敗主義的話 那接下來的戰該怎麼打,我是非常懷疑 所以我希望我們所有的立法委員都可以像我們當年2022打選舉那樣 不管今天目前是贏是輸,我們都把它當成我們能贏 用一定要贏的心態面對每一次的挑戰,面對每一關 關關難過關關過,國民黨一定能夠重返執政 費洪泰委員也一定能夠有機會發展他的長財更上一層樓 所以我說世代交替並不是拉下水,而是把在這個位置上的人能夠再推高一把 沒有共識的機會我個人覺得還蠻高的喔 不過呢我們當然是遵守黨的制度,那就我的了解就是說會進到委員會裡面再去討論嘛 那我也不知道協調結果會怎麼樣,我想明天再詳細的跟大家說明 我想問一下說馬總統他今天要去大陸了 也去大陸記住過的謝長廷,卻對馬英九說江湖險惡多保重 那你們怎麼看這個? 嗯,我想問那當時謝長廷的眼淚又代表了什麼呢? 當時謝長廷的眼淚,他去記足的時候我們都覺得 這是一個孝道的展現,那也是一個雖然他的跟我們政黨不同 但是對祖先那有孝,那有這樣子的一個懷念 我們都覺得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美德一個好事 那為什麼民進黨要雙重標準,當馬前總統要去記足的時候 就用另外的有色眼光去看待他呢? 謝長廷可以去記足,馬前總統當然也可以去記足 這都是表示對祖先的一個懷念 盛中追遠,是中華文化的美德 我覺得謝長廷這麼說真的是大可不必 還有一個是說,郭台銘他今天深夜也要去訪美 那這是不是有點跟侯市長在較勁總統的選舉? 不敢說較勁,不過以郭台銘董事長他的身份跟地位到 美國去做很多科技跟經貿的這個開拓跟參訪 我覺得對台灣來說應該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會樂見看到他帶回來更多台灣的機會 我想請教一下,因為馬前總統這次去這個記足的這個行程 十一年剛好就是恰逢這個台銘斷腳 會不會擔心這個被對手放大的檢視? 我想馬前總統早就已經思考過就是說 民進黨會放大檢視他的行程 所以這一次馬前總統去的時候 大家可以注意看他所去整個參訪的路線 第一個,他跳過了政治敏感的北京 也就是說他是以記足跟文化作為交流 第二個是他是正視中華民國的歷史 大家可以去他看他參訪的地點 包括什麼呢?孫中山先生過去的這個故居 還有四行倉庫以及抗戰紀念館 這些都是中華民國的證實 代表了我們中華民國的血淚以及光榮的地方 再加上跟青年交流的部分 其實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切出一條非常清楚的分界線 所以也使得民進黨要去抹紅馬前總統 變得相當的困難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記足或是讓全世界正視中華民國過去的歷史 其實對我們台灣來說都是好的事情 那當然做對的事情就不用怕別人抹黑 我們應該要解釋得更清楚 並且要把民進黨的雙重標準 那攤開在陽光下面讓民眾周知 那會不會覺得就是這個馬上總統這次行程 會成為一個2024對手來攻擊的焦點 那這樣是對國民黨會有加分還是扣分? 我覺得現在的兩岸關係跟2020年的時候又有一些的不一樣 就台灣民眾希望安居樂業以及和平的氛圍 其實隨著美中的角力以及兩岸關係的不平靜 其實越發的高漲 所以民進黨跟國民黨的這個兩岸關係的處理做法不一樣 那它可能會變成被人民認為是和平或是戰爭的選擇 那國民黨一向是主張在主權獨立的前提之下 那保持兩岸之間的交流跟和平 我們會繼續做下去 也不會害怕民進黨的任意抹紅 議員那你怎麼看 因為昨天就是許淑華議員她是說 她覺得你應該會尊重長輩 然後她這個長輩指的是費紅太 我會覺得說其實她現在已經有點選邊站 這個 因為 許淑華也算我的長輩啊 所以我想 我應該也是要尊重她啦 那尊重長輩是一定要的 但是我們在初選階段的時候 那基本上還是會有一些立場跟路線不同的地方 那我覺得許淑華忙著來幫費紅太委員說話 這個到底是司馬昭之心喔 她的意思是說 許淑華委員是現在正在力挺我們國民黨的費紅太嗎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這個做法 我看了也是看不懂她在幹嘛 所以我當然知道許淑華今天跟洪建議的競爭很激烈 我也知道我們松山信義區的民進黨議員 全部都是力挺洪建議而非許淑華 所以她自己本身有很大的壓力 但是沒有必要因為這樣子就跑來 跟國民黨的費紅太委員勾勾勾地吧 我相信費委員也不會希望看到這樣的現象發生 基本上就是在她的路線要展現出來 就是說我們去看的路線 比如說像在抗戰好了 抗戰是中華民國的歷史裡面相當重要的一環 那當時國民黨在前線抗戰的時候 那這段歷史其實我們做的比當時的共產黨還要多得更多 所以去看這樣子的抗戰紀念館 去紀念抗戰當時國民黨的這些烈士 那我覺得當然就是展現出中華民國的史觀 所以在歷史的觀點上面 兩岸之間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如果能夠展現這些差異性 那當然就比較不容易會被抹紅 那也可以突顯出中華民國的主權跟我們的主體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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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